第八十四週的第六輯 各位是我們節目的第八十四週的第六輯 是2020年2月8日星期六 今天也是庚子年的正月十五 今天是元宵節 不過都在現在這個現實 沒有什麼大意義的了 元宵佳節是一個 其實僅次於中秋節 是一個上燈節 我們大家可以溫習一下 宋朝的著名詞人 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 新氣質的一決清辱案 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是古代一個很重要的社交日子 青年男女就像現在的人去派對那樣的 但是今年現在在瘟疫蔓延的恐懼之下 其實都沒有什麼社交活動可言的了 我覺得我們不是恐慌 不過為了保存我們的實力 為了不要給醫護太多壓力 大家其實應該減少一些出去公共場所活動 我認為這件事是必須這樣做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就是不可以給現在在前線的醫護太大的壓力 大家都知道了 2月8日之前的空窗期 竟然是湧來大批 這個 中共國的公民 如果這個祖國強國真的這麼可愛 為什麼要湧來香港 當然他們說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但是為什麼要過關 又要簽證 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 但是我想最奇怪最荒謬就是 所謂的一個強制檢疫 原來根本形同虛切 我們這些醫療專家都說他非常之兒戲 我覺得這樣做下去 其實我們香港人一定要自救 你當然不可以對這個特區政府有任何幻想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就是你面前生存的最大敵人 所以你一定要將這件事時時警惕自己 才可以保存我們的實力 今天我就繼續講這個李文亮醫生 今天的題目就叫做 與護期沒有妥協的空間 護期就是護一支叫做五星旗 大家知道我們反送中運動Be Water 講到這裡插開講句 有一個面書的page就叫做Be Water 就是好像香港人抗爭的一個頁面 但是他就大量是分享這個關於李文亮醫生的 好像當他是一個英雄的崇拜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Be Water 講香港這個Water Revolution 其中最動人的幾幕呢 我個人覺得很多人都同意的 就是在這個政府一些重要的建築物那裡 就將這支五星旗呢 換了一些黑旗 還有呢 就在尖沙咀呢 有一支五星旗呢 是被人丟了下海 是吧 那 我覺得這件事呢 是振奮我們抗爭者 前線 是一種象徵意義 就是我經常都說 這個沒有暴力在這裡的 破壞一些死物 打爛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甚至沒有什麼金錢價值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圖騰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符號 那就正因為香港的手足 是下下去破壞這支五星旗 那所以呢 就牽起一個叫做護旗的運動 甚至有些人以為他淺黃的 好像彭浩祥導演這樣的人 都走去護旗 香港的藝人半紅不黑 去到大紅大紫 很多都走去護旗 那呢 這個李文亮醫生呢 就在當時也是護旗的 那我想說一件事呢 就現在很多人幫他洗白 就是首先我不相信死者為大 我只是相信真相事實 有什麼就講什麼 是不是 不能為親者為 不能為賢者為 是不是 我們如果不能夠捍衛真相和事實 我們講什麼就廢了 那好了 我們就沒有死者為大這件事了 那護旗這件事為什麼呢 現在那些人幫他洗白就說 這樣沒有法子拉在大陸的知識封 就是資訊封鎖 那他們認知是這樣 那但是呢 那些幫他洗白的人呢 就是很多都是支聯會裡面的 教人 同一篇文是自相矛盾的 他又說 他在Twitter那裡 是追蹤黃之鋒的 你能夠追蹤黃之鋒啊 你又有什麼資訊的封閉呢 是不是 一個34歲的高級知識分子 中共培養的精英 如果他懂得去護旗 懂得去支持香港的警察 如果他是讚美那些 和讚賞那些解放軍大軍 大軍壓警 陳兵深圳 他肯定翻牆知道香港人反抗啊 正因為香港人把那支五星旗 丟了下海 所以他就要護了 他追蹤黃之鋒 他就知道什麼叫做反國教 什麼叫做佔中啊 所以他鮮明站在他這個政治立場 這個是一個人的政治立場 我是不會批評一個人的政治立場 但是這個東西很鮮明的啦 是不是 那所以其實 沒有什麼可以洗白的 他不是被蒙蔽的 他是自己有個判斷 他是要忠於這個國家 那 當然 這個人言行一致 最少他是死於他的職責 崗位之上 最少他不是一個 是不是 在那個空窗旗衝來香港 逃避他的責任的一個人 那麼在這方面呢 他如果在一個強國的角度來講呢 都好過那些貪生怕死的官僚 那麼呢 我順便又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真正了解這個李文亮這個人的思想 或者去到他 就是 概觀都已經可以論定 就是說他一生人的總和 是怎樣的呢 那不如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的遺商呢 就得到一篇遺稿 那麼那篇遺稿呢 已經在香港的藍絲 和大陸的一些外國人士那裡封存 而他已經成為 習近平時代的一個新的政治的標兵 和英雄的形象 那麼這一篇文稿呢 就是我不整篇讀完了 我只是讀最振奮人心的那一段 此生 我不想重於泰山 也不怕興於鴻毛 我唯一的心願 就是希望冰雪笑容之後 眾生依然熱愛大地 依然相信祖國 去到他的死其實都是很悲哀 就是因為那個黨國 不想他在那個時間死 要他死遲幾個小時 那所以在他完全沒有生命跡象之後呢 都在那裡做一台戲 去搶救他的生命 於是那個心臟按摩 就弄碎了他的肋骨 是吧 那就是對著一條絲來搶救 然後將他捧成雷鋒 但是這個人呢 他煙下最後一口氣呢 他仍然希望 要相信這個祖國 那我想說呢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反那支五星旗呢 為什麼 將那支五星旗的象徵和符號 將它破壞 將它焚燒 將它丟到海 是對於我們的抗爭 是有這麼大的意義呢 因為那五星旗裡面 最大的那顆黃星呢 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現在不是說民族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我是沒有興趣建構一個香港民族 我們也不是說 這個 華夏文化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是說 漢人 是不是要被 或者漢人的文化有什麼問題 我不是說這些 這些是一些很長篇 很有爭議性 或者很多不同的論點的東西 我只不過是說 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 從他成立那天到今天 實事求是 講事實 他做過什麼 他憑什麼去領導這14億人 還有 這一顆星為什麼要互 是不是 如果我們已經認清這個事實 我們是很不幸地 在他一次一次背信而違背承諾 是視這個國際協議如無物 是不是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踐踏基本法 破壞一國兩制 令到我們生不如死 我們才要反抗 這個是被動的 這個是反抗的 這個是人家打了你 你打回他 那所以呢 為什麼中共要置我們於死地呢 就是因為我們前線的抗爭者 已經走去這一步 是不能回頭 就是 直接針對你的國威和國旗 直接針對你的黨 那所以呢 我們不要說李文良 暫時撇開它 一個人護旗 還有一個人要 在那個精神上 在那個意義上 在政治上 是要 視這支旗為敵人 要粉碎這支旗 要拉低這支旗 要焚燒這支旗 兩者之間是沒有妥協的空間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抗爭者 真正的勇氣 是不可以出以反義的 不可以 就是朝巡暮楚的 今天 我就走去 扔這五星旗下海 明天我就說 我現在 要和他 是 要沉痛哀悼他 大家站在同一條線 不能這樣說 那但是我又退一步說了 就是現在有些人的說法呢 就說 不是的 因為他講了真話 所以就在大陸引起一些反思 還有一些人對政府的仇恨 或者不滿的情緒 那蔓延成一種民眾的反抗的升溫 那可能是可以挑戰這個政權的權威 那我就說 大家真的要理解中國共產黨 是怎樣生存 中國共產黨他自己 在戰場上打敗 在政策上失誤 搞到不只是天怒人怨 也搞到自己一鍋抱 都不知道多少次 但為什麼 就是在很多場合之下都絕處逢生呢 是因為他懂得 是吧 他比美國那些政治公關的高手還要高 他可以把故事倒轉來說 可以把喪事當喜事辦 那所以呢 其實這一件事呢 我覺得他不會輸的 因為現在 李文亮做死都是 就是煙下最後一口氣 被人打碎的臘骨 都還在忠心耿耿 去護住這支五星旗 他的太太也都是這樣 所以他不是劉曉波 不是李旺陽 不是那些人 是吧 所以這個人呢 是可造之才 死了都可以貢獻國家 現在所有黨國的媒體都開行這個機器 那所以 他可以成為大慶鐵人 王俊喜 是吧 屠訓工人士全場 可以成為白球恩 可以成為雷鋒 可以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 我不知道是生的光榮 還是死的偉大 差不多 可以成為千秋萬代的 政治模範 人民英雄 我覺得這件事呢 中共已經是勝眷在握的 那你和他搶奪一個 根本不值得 我們尊敬的一個圖騰 你又怎麼會贏呢 是吧 那當然呢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撇開了李文良 而是中共本身 在這個疫症的處理裡面 宣傳就還宣傳 他在這個疫症裡面 他究竟還有沒有一些後著 可以挽救他的危機呢 那這個反而呢 和這件事是無關的 所以這裡呢 就引到我這個節目的下半段 我就想講一講 其實 一個獨裁 專制 的一個邪惡的政權 或者 就是我們恨之入骨 但是你真的要努力 去做一個推翻他的工程 你究竟是需要具備一些什麼條件呢 那這個 其實 李文良這件事呢 是對中共來說呢 是一個強心針 但是如果他處理這個 武漢的肺炎的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處理得不好呢 他是會亡黨亡國 所以呢 我們要分開兩樣東西來看 而呢 我們 很多人呢 就參考一個歷史的例子 這個就是切爾諾貝爾 那我覺得這一件事呢 是有參考的價值 就是切爾諾貝爾呢 是一個很荒謬 很糊塗 很無必要的一個實驗 就是一個 就是核能發電的 就是那時候的烏克蘭 其實就是蘇聯的一部分 的一個人為的災難 但是因為那個核子的擴散 尤其是在歐洲呢 他帶來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 嚴重的恐懼 那因為那個資訊的不透明 那所以呢 那些那時候的西歐國家呢 是震驚和視之為一場 可能出現的大災難 那因為我就很清楚的 當時的記憶猶新 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呢 我在瑞士 在那裏 就是讀書的 那所以呢 就是我旁邊的所有歐洲人呢 都是非常之恐慌和緊張 那因為那個政權 是沒有透明度 還有效率低 還有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那這一件事呢 其實就是駱駝身上的 最後一根稻草 是直接 是促使 這個加速 這個蘇聯集團的崩潰 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到呢 不是中國騰飛 是中國停飛 是吧 就是全世界都剪掉 跟中國的那個航空交通 那這個恐慌持續呢 我覺得呢 是跟赤爾諾貝爾呢 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這個是具備這個條件的 那至於下一步怎麼走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我想美國的一些主要官員呢 他們說得很活該 就說 就是我不想在一個這樣的災難裏面 做一個 victory lab 就是不想在那裏呢 是鬆無鬆逆 不過呢 事實上呢 其實這件事呢 對我們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們 都是正有此意呢 是希望 將那個經濟的活動呢 是從這個強國抽走 所以呢 藉著這個疫症的蔓延 和減低和它的經濟往來呢 我們可能可以 不是可能 沒有可能這兩個字 可以增加美國國內的就業 但是其實現在美國的就業市場 已經是50年最好的 如果 再下去呢 其實 其實 那邊 真的要開香奔 是不是 那你制止不了美國人這樣 是不是 因為 其實美國人現在看到 就是說 自從打貿易戰 再加上這個疫症 中間中共的很多千瘡百孔 弱勢呈現 但是很多人以前擔心的 一旦兩者之間脫軌 可能是會令到美國的 或者西方的經濟都拖累 那現在沒有拖累到 那所以 這一件事 可能 是他們覺得 就是你的喪事 就是他的好事 是不是 那所以 其實這一件事呢 是 亦都配合到 是 會令到 中共的生存 受到 他 自從1949年 建立這個國家之後呢 是面臨一個最大的威脅 好了 那還有一些事情的 那我們第一件事呢 就是講 這個特別的一個危機 就是赤爾諾貝爾 和現在這個疫症 那我想赤爾諾貝爾 就有些不同 那不同的地方呢 就在於什麼呢 就說 當他知道那個 輻射的擴散 已經受到控制 你即使在烏克蘭 圍著這個反應堆的地方 土崩瓦解 人命喪失 但是其他地方沒事 是不是 因為對於這個 核能的一些 物理學上的普通常識 我想現在大家都清楚 就是那個恐慌呢 就很快就 就消除了 那但是 這些這樣的疫症 尤其是一些新型的病毒 是不是 都不知道在哪裡跑出來的 那 現在我們見到 嗯 美國籍的公民 日本籍的公民 都有 確診然後死亡的個案出現 那其實 我相信呢 很多人就說 你可能過度恐慌 反應過敏 相信假消息 我現在持平地看呢 那個恐慌 有段時間都沒玩完 那還有一件事 再補充呢 就是說 沙士的經驗呢 就是在天氣 開始熱的時候呢 那個病毒呢 就那個會減弱的力度 然後最後還消亡 那但是 沙士還沙士 雖然兩者之間 那個遺傳基因很相似 始終是不同的一件事 那現在看到一些熱帶地方 例如泰國和新加坡 他們的那個 人傳人啊 還有發現那些確診的個案呢 其實都沒有因為 它是一個熱帶地方而減弱 那還有呢 減低 另外呢 就是說我們香港的醫療專家都有說 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太過輕鬆地相信呢 當天氣熱了呢 那個疫症的蔓延呢 就會那個速度會減低 甚至是 就是 那個疫症可能會玩完了 就是不要 有這些這樣的假想 是吧 因為這件事呢 就沒有什麼科學的根據 那所以呢 我意思就是說 撤爾諾貝爾那個 後續的破壞力呢 是遠遠小過 這個仍然在發展的 發展人的一個疫症 那所以呢 這件事呢 是 如果參考蘇聯崩解的經驗呢 其實這件事呢 是對強國來說呢 是它存在的最大危機 那麼就 另外呢 我想說呢 已經說過了 所以很快說一下 就是說 當這個強大的政治力量 視美國為一個競爭的對手 甚至為一個假想敵呢 他們不可以長期存在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 美國那種的姿態 和強國的困態 那麼我們就看到了 其實它兩者之間 收復的關係的機會都很小 是吧 我們知道 是啊 就是川普總統呢 又再發文呢 是讚賞中共處理危機 又讚賞習近平 我想如果大家懂得解讀的話呢 美國現在這個政府就是這樣運作的 就是彭斯副總統呢 就做一個黑臉 總統呢 就做一個白臉 下面那些商業部長啊 貿易顧問啊 財政部長啊 那些就單單打打 國防部啊 或者有些鷹派呢 就喜歡呢 就刺你一刀 是吧 那麼去到 白宮的新聞秘書呢 就會說 他是一個奧威爾 就是可以用這些這樣的言詞呢 是一些奧威爾的胡言亂語 就是說 他是一個極權國家 是吧 那麼去到一些處理 宗教自由的一些新的部門呢 就會將這個 新疆的壓迫維吾爾人 和中國壓迫 迫害基督徒 拆教堂 拆拾字架這些東西呢 就大做文章 那麼其實 很多人就說 美國亡我之心不死 那麼其實 美國一向對中共是很好的 直至到幾年前 才開始改變 那麼 但是如果美國要盲中共呢 那麼其實又沒有什麼問題的 是吧 美國從來都沒有說要盲中國 是吧 那麼其實 美國最耿耿於懷呢 就是1949年之後 尤其是韓戰爆發之後 垂失去中國 就是中國本來好地地 就在我們自由世界裡面 是我們的盟友 為什麼突然間 是吧 一個金日成 走去打南韓 就搞到死傷無數 冷戰別熱戰 然後跟著 整個中國都赤化的 突然間 是吧 猛回頭 發覺為什麼中國會赤化呢 那麼於是 在韓戰的時候呢 就陳埃樂定 開始在那裡追究責任 就說 究竟為什麼 由1946年到1949年的內戰 國民黨為什麼會這麼快崩潰 是不是美國有責任 那麼這些 跟麥卡錫時代的一些 恐共的主張都有關係 就是我想說的一件事情就是 美國沒有想盲中國 美國就是有興趣 為什麼我們失去了中國這個盟友 那麼但是去到尼克遜基辛格 在60年代晚期 就偷換概念 就說這些6億人的國家 我們不可以排除他的 喂大哥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 這個是一個政權來的嘛 原本那個自由的中國好地地在那裡 你就一腳踢走他 那麼跟著最毒呢 就是這個卡達總統 竟然斷絕了和中華民國的邦交 是不是 中國本來存在的嘛 沒有失去的嘛 那麼所以呢 這個呢就是美國從來都當他是朋友的 對中共的 是不是 這件事真的很吊詭 美國由這個30年代 斯洛寫了一本西行萬記 Red South over China之後呢 羅斯福總統呢 就透過這件事去了解中國 所以呢 由這個30年代末期 去到40年代那個延安調查團 是不是 那些謝偉絲那些 這樣的奶共的美國的代表 一直去到這個白修德 寫了一本 中國的經歷 去到尼克遜紀真格 去到卡達總統 去到之前的奧巴馬 整天都是在那裡討好這個中共 是不是 幾十年都是這樣 那麼所以就說 你不要說美國忙你之心不死 那麼就算美國要忙 都是要忙中共 是不是 所以 而且美國是針對中共 是這一屆政府的事 這一屆政府 譬如說他國務卿蓬佩奧 蓬佩奧 或者叫蓬佩奧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 我們是希望中國人好 希望中國人呢 可以民主自由繁榮 是不是 享受到一些 跟我們一樣的 就是豐足的生活 但是他見到 這個政權 是一個暴虐的政權 是不是 這個共產黨 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 他真的是這樣說的 所以 美國忙中共之心 重新燃起 就不是美國忙中國之心不死 所以呢 符合了 我們講 切爾諾貝爾模式 的一個危機 成為一根稻草 那麼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說美國 是跟這個政治力量 是成為敵人 那麼這件事情 也都符合了 第三點 就是我們以前講過 前天講過 就是這個脫軌 或者脫鉤 Decoupling 或者就這樣叫Decouple 那麼這件事情 現在客觀上 原來法國真的可行 是吧 那麼 那這個就是第三點 第四點 就是 那個內部的一些 動盪 或者反叛 那麼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現在 西藏和新疆的情況 但是我們知道呢 那些人的反抗的心 是沒有死到的 那麼 新疆是比較痛苦 因為新疆 那些再教育營 它真的做得很有規模 令到 即是我曾經講過 維吾爾人是不需要 去建構一個民族 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不同的民族 它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風俗習慣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樣貌 甚至 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所有東西 那麼所以呢 他們將它那些人 孤立了出來 擺在一些集中營裡的可行 即是好像在納粹德國 你很容易知道那個是猶太人 於是就抓了那些猶太人 然後呢 就將它擺去集中營 然後最後呢 就做一個種族的滅絕 那麼所以 你現在 為了 為了 罪而千知 呢 維吾爾人是很悲慘的 然後 他一直這樣溝淡 放那些漢人下去 那麼那些漢人呢 做了棋子 但是因為 在 在 中原地區 尋吃加拿 所以去到 這個 新疆呢 有很多誘因 那麼所以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盲流 那些農民啊 是不是 他就去新疆尋世界 那麼這個黨國去撐腰 那麼所以 是從那些人的角度 他覺得理所當然 那麼 西藏呢 就比較貧脊 還有氣候呢 就比較不適宜做這些事情 那麼但是 因為西藏是一個 很難去到的地方 那麼所以 那裡 其實那個反抗呢 我們 真是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西藏的好處 就是在於 達賴喇嘛 他在印度呢 是有一個流亡的政治力量 還有一個宗教 和精神的領袖的號召力 那麼所以呢 其實 無論是西藏 或者新疆 的反抗勢力呢 都是沒有投降到 但是 西藏呢 就那個環境 就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 另外一件事呢 我們可以說 很痛心的一件事 就是 全世界的伊斯蘭教 的信仰者呢 是很多的 但是 他們明明 他們的 教內的弟兄 是不是 他們的 就是 嗯 就是 穆罕默德的信徒 就是 崇拜 真神安拉的 是不是 每天 都要 向著墨家 祈禱的 這些 這樣的 穆斯林 竟然沒有一個國家 去支持 新疆 是不是 尤其是那些 是 就是 一下子 突出那個 伊斯蘭教 去反抗的自由力量的 例如 這個 土耳其的 獨裁總統 愛爾多安 是不是 他跟中共呢 就 如交似漆 正在蜜月其中 他根本對東特厥的人 就 看到都當見不到 那麼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是吧 那麼 但是我要說一樣 始終 西藏和新疆的人 的反抗 的意志很堅定 台灣千萬不要說反抗 台灣 現在是一個獨立的 政治體 是叫做中華民國 是吧 而這個中華民國 最近一次 民主選舉呢 已經把所有親中共的人呢 就打了到18層地獄 是吧 其實 這個綠營啊 小英 他們做得 一點都不好 但是這個叫做意害澤其興 所以台灣方面呢 你想也不用想 你唯一可以做就是 你夠膽就武力攻台 我認為他就沒有這個膽量 那麼好了 那麼現在呢 所以就說 我們第三個條件呢 就要有內部的反抗 那麼台灣就不是內部 但是香港是 那麼現在香港的反抗呢 所以我們那個反抗的鬥志呢 是永遠都不可以熄滅這把火的 那麼不熄滅這把火 不等於 你天天走上街頭 撩那些狗的 明白嗎 那麼所以這件事呢 大家好好消化 剁磨 去怎樣去運用 怎樣保留你的實力 怎樣去培養你那個反抗的意志 還有要堅定這個意志 好了 那麼跟著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這個 內部的 矛盾 金融的問題 這個我想 將兩個問題 當作一個來講 我說過中共有四大癌症 就是 它的基建膨脹 它的信貸膨脹 它的環境污染 還有它貪腐的問題 那麼我再 這個是一個大陸學者說 我再加多一樣呢 就是它那個 資產價格的 泡沫 那麼這五樣東西 根本沒有受到控制 那麼另外呢 就是它經濟的下行 是靠這個補貼 是靠這個信貸去支撐 那麼這一樣東西呢 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這個內部矛盾 那個contradiction 那麼呢 它是 就是 它是會 collapse on its own weight 就是它會 就這件事的不可調和 越來越惡化的矛盾呢 就會 令到它整個跨台 那麼我看這件事呢 就看不到有任何事情可以解決這件事 是不是 就是這個是一個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這個是一個金融危機來的 不過這個金融危機 為什麼會不會 變成一下子爆發 我說過 支爆是不會出現的 支解有可能會出現 支爆是不會出現 因為呢 它不是一個開放的 金融體系 它跟國際上呢 是沒有聯繫 就是譬如說 它將那個 上證指數 托到很高 它肯是不肯跌下來呢 它可以永遠都不跌下來的 就是不是永遠 就是你沒有 就是很難跌下來的 因為 整個 中共的 投資市場 就是一個 雞排 就是一隻 先股 或者那些叫做 嗯 廠家股 是不是 那些廠家自己搭個台 所以它不會跌下來的 那如果它一開放人民幣 一開放資本市場 就會跌下來的 所以這件事它又做不到 所以這件事 亦都香港是有個貢獻 我們就在這裏著墨 去想一下 怎樣 有些什麼 會trigger 會 會產生一個連鎖反應 然後拖垮它 它那個已經是 脆弱不堪的 金融體系 那還有一件事 當然那個內部矛盾 就是一孩政策 所造成的 一個人口老化的問題 那因為中國根本 未曾變成一個富裕國家 就是日本是變成一個富裕國家 才開始老化 那我現在未 未負先稅 那所以 在這件事裡面呢 它是一個漫長的衰落來的 那我覺得呢 就是符合了 以上這幾大條件 就是這個中共的這個帝國呢 是應該可以 在不太長的時間裡面瓦解 那而我們香港人呢 要看一下你的位置在哪裡 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已經走出了這條路 就沒有得回頭 就是說 我們前線的手足 已經是 噴蜜 逃了這個國徽 還有已經在精神上 否決了它的存在 那我再說一次呢 就說 這件事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誰開第一槍 要回去的就是 誰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那麼多次去說 這個是一張廢紙 是吧 已經失去了意義 是吧 已經沒有作用 誰在2014年 就是 人大通過了這個831決議 是完全違反基本法 誰在那一年 是做了一份白皮書 是踐踏我們 就是原本承諾了的基本法 在這麼多年來 阻撓我們的民主選舉 的那個進程 是吧 誰是曾經 鄧小平承諾了 說 除了換了國旗和國徽 所有東西都是香港人處理 現在 連每天的150人 究竟這個配額 根本基本法沒有寫這件事的 都不可以香港人自己決定 是吧 連香港自己做的口罩 都要供應上面 是造成一個這樣的東西 造成一個現實 就是說一個現在 神癮了的駱惠寧 竟然是香港的真正的統治者 而不是我們的特區政府 是吧 這些東西是誰做出來的 你做初一 香港人就做十五 所以香港人反抗 是有理有據 理所當然 是完全是站在道德高地 所以說 你如果不知道很醜 繼續倒行逆施的話 它是會加速它的滅亡 但是我還是說這一句 我們走出了這一步 就回不了頭 所以 我認為 我們跟這個護旗手 或者護旗的行動 是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講到這裡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你覺得很大的裝備 很久ner 不是..... 沒有任何人 我以为顺便从来太阳 不如彼岳飞楼落 能带重声 太阳 以致有 能带弹港 在本星 水落 奥奥奥奥奥 在我里 最远 水彩奥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切一切自由 掌聲鼓勵 我願意 奔歹奔歹奔 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 議員大甘命 光復香港 議員大甘命 議員大甘命